说到提取供应数 相信你并不陌生 在整数计算中 就有很多提取供应数的题目 比如这道题 只要将66提取出来 剩下的放到括号里就可以了 结果就等于6600 当然提取供应数并不总是一目了然 比如这道分数运算 乍一看好像没供应数 但稍作变化就会有惊喜 首先除以2又三分之2 可以变为除以三分之8 也就是乘八分之3 而0.375也可以变为八分之3 既然都有八分之3 就可以把它提出来了 剩下的数再放到括号里 算一算结果就为0 看来你把数的形式统一一下 就可以找到隐藏的供应数了 当然在分数计算中 并非统一形式就立马能找出供应数 比如这道题 要将统一形式 就得把除以二十一分之4 变为乘四分之21 再把乘又四分之3 变为乘四分之7 现在虽然形式已经统一了 但貌似还是没有供应数 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某些供应数之间 是存在倍数关系的 比如四分之二十一 恰好是四分之七的三倍 那么只要将它改写为四分之七乘三 就有供应数四分之七了 将它提取出来 括号里还剩1.27乘三加4.19 烧加计算就知道它等于8 那8乘四分之7 再除以二又三分之一 就很好算了 把二又三分之一变为三分之七 再把除号变乘号 就是乘七分之三 约一约 结果就等于6 在分数计算中 提取供应数是一类常见的提型 另一类常见的提型 就是反分数计算 那什么样的分数是反分数呢 你可能会说 像这样 让人觉得很反的分数 就是反分数 其实虽然反分数的分子与分母 也都有一些算式组成 但只要分别来处理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并不凡 首先来看一下分子 可以变为三分之四乘七分之七十五 加上十五乘二十一分之一 约分 进一步化减为七分之一百 加上七分之五 等于七分之一百零五 约分 结果就等于十五 再来看分母 很简单 四乘一点五等于六 八减六等于二 分子等于十五 分母等于二 那么原来的式子 就等于二分之十五 你看算起来还可以 不算太麻烦吧 最后我把这个视频总结一下 首先对于分数计算中的提取公因数 关键就是统一形式 不过有的时候 仅靠统一形式 未必立马就有公因数 你还得利用一下倍数关系才行 其次关于反分数计算 关键在于分子分母分别计算 计算时一定不要急 一点一点化分为简即可 怎么样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的话 就开始钻金币吧